日本友好城市圣岗市来到了花莲 12号的上午 花莲市公所特别安排前往水牛公园 参访纪念双方友谊而设置的 两相好艺术装置纪念碑 卫家宴市长表示 圣岗市从2001年开始 四度跨海道花莲市参加采接的活动 每一次都造成了轰动 在后疫情时代 希望圣岗市和山车 日本友好城市圣岗市来到了花莲 12号的上午 花莲市公所特别安排前往水牛公园 参访纪念双方友谊而设置的 两相好艺术装置纪念碑 市长卫家宴表示 圣岗市从2001年开始 四度跨海来到花莲市参加采接的活动 每次都造成了轰动 而在后疫情时代 希望圣岗市和山车协会 能够再度光临花莲办理 山车采接的活动 让花莲乡亲建设 山车祭典的文化精神 卫市长致辞时表示 很高兴在农历春节过后 迎接来自圣岗的好朋友 而这三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无法进行实质的活动交流 不过大家都彼此关心 先后完成了纪念意象的艺术装置 一早他和古田市长等人来到水牛公园 参观由艺术家黄玉龙所创作的两相好 花莲人展开双臂 热忱的欢迎圣岗的好朋友 今天我在水牛公园 那也跟我们的圣岗市的市长 议长以及我们所有的参访团 来到我们水牛公园来看 我们这个良相好的 这个城市的这个意象 那代表说我们两市的 我们不管是市或是人民 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意象 那也希望说在疫情过后 那我们希望两地的市民都能够 不管是我们过去还是他们来 我们都希望我们表达欢迎之意 也希望我们的城市的两地的人民 都能长长久久保持友谊 那也希望说我能够在早时间 我们带我们花莲市民到我们圣岗去做参访 那也看看他们的山车文化 然后了解一下地方的文化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圣岗市这边 也可以带他们的市民 能够到花莲市来做一个交流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水牛公园 终于亲眼看到我们的友好纪念碑 两项好 我们觉得无比的高兴 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花莲市的 皆さんと交流会を開いて また親睦を深谷地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接下来的话我们去参加 花莲市给我们举办的 有一个欢迎会 我们在那个欢迎会 谈很多事情 然后度过愉快的时间 我衷心希望以后花莲市跟圣岗市的 友好关系越来越加鲜 越来越发展 谢谢 魏嘉燕指出 花莲市与圣岗市因为山车而结缘 圣岗市的山车来到花莲 每次都造成轰动 希望在疫情解除之后 古田市长与山车协会 能够让山车再度来到花莲 让大家能够见证 山车祭典文化的精神 记者凌结 花莲市采访报道